在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一上来这第一枪就爆出了冷门 中国队在第一组的比赛当中的 两位队员发挥的都不是特别的好 当时任紫薇和孙龙两位中国队的队员 携手去冲击两位哈萨克的队员 以及俄罗斯队的队员 最终任紫薇是40秒74排在第三名 孙龙40秒79排在第四名 孙龙是直接被淘汰 而任紫薇要跟其他组的成绩比一比 结果任紫薇这个成绩 只能排在四个小组第三的第三名 最终也被淘汰出局 这样一来呢 就把压力全部都给了五大镜 好在奥运纪录保持者平昌冬奥会的 未免冠军五大镜在第二组当中发挥非常出色 他的成绩是40秒528排名小组第一 携手意大利的希盖尔直接晋级 这样一来呢 中国队在半决赛还是有人的 中国队这边的半决赛五大镜将会同 韩国队的黄大县展开激烈的竞争 而在第二组当中也爆出了冷门 刘少林当时排在第四名 他的成绩是40秒70将以来呢 就以0.006秒之差被淘汰出局 确实非常遗憾 然后第三组的比赛当中 黄大县当时是排在第五名 结果最后的半圈突然开始发力 连超两名队员以40秒636 直接干到了小组第二直接晋级 这样的表现真的是挺硬气的 第四小组当中 则是匈牙利的华裔运动员刘少昂成功的晋级 目前半决赛的分组也已经正式的出炉了 在大家都非常期待的这场大战当中 第二组可谓是群星云集 刘少昂五大镜黄大县以及哈萨克的 名将阿扎利耶夫将会展开激战这个组啊 几乎可以说是提前上演的决赛了 希望五大镜能够扛过这一关